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本书沙漠化为一口井 我所知的三毛的撒哈拉 我们讲到撒哈拉沙漠充满了各种的想象 有人觉得很神秘 有人觉得很浪漫 那蔡世仁在当地 他是台湾人 可他在当地做领队 专门带着台港澳 还有马来西亚东南亚的游客 要到沙拉去游玩的话 由他来领队 带着大家进入沙漠 跟大家说明在地的特色 文化 故事 那现在他出了一本书 叫沙漠化为一口井 其实多数就是在聊整个沙漠 沙拉里面的这些特色的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蔡世仁连线 由他来跟我们来介绍沙哈拉 那蔡世仁在我们现场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蔡世仁 然后我现在人正在沙哈拉 我平常就是在这边帮一些 就是台港澳的客人 在沙拉深度导览 然后目前就是 开始用文字去分享一些沙拉的故事 你在沙拉当地有多少的台湾人 在做同样的事 应该没有 就你一个 就只有我 真的耶 好特别 对 因为沙漠说真的生活不容易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啊 你会爱上那个地方 你有归属感 这块土地 就是我一来就很喜欢这里 然后我一直觉得这块土地给我很大的力量 你哪一年去的 你是学什么的 我以前是念人类学 难怪 然后呢 然后我第一次来是2011年 2011年去的 对就很喜欢 你那时候去的是干嘛 是去旅游度假 不是 我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在摩洛哥人权组织工作 哎呦 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 上司就派我来做一些田野调查 就是比如说 游牧民族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气候变迁 然后因为气候变迁之下 沙漠是干旱的 然后很多游牧民族 因为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 对 我上司就让我来做一些气候变迁 对环境的冲击 对人的冲击 然后后来有关关于了之后 整个环境的变化跟影响在哪里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工作 嗯 然后就是才走进这块土地 那时候为了做田野调查 待了多久 对 那时候 嗯 那时候因为我在人权组织是一年多 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就是直接来来去去这样子 然后我比较幸运的是 因为是上司安排 所以我有机会接近当地人 嗯 然后做一长时间去做调查 嗯 所以就来来去去 所以你做田野调查慢慢慢慢对这块土地有认识 理解 然后最后变成了喜欢上这块土地了 哦 喜欢上这个地方 我我几乎是一到沙 我就很很开心 很有感觉 对对对 就是觉得很很安心 哎 为什么啊 为什么 我好想知道哦 那种感觉是什么 我会害怕 沙漠会让我害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反的那一种归属跟安定感 我在台湾比较没有 真的假的啊 那台湾是 你在台湾是没朋友 哈哈哈哈 呃 就是 就是不晓得 就是过着一般生活 然后但是他就有很强烈的归属感 是哦 一般 那在你没有去沙哈拉之前 你对沙哈拉的印象或是憧憬是什么 然后到了以后你发现跟想象中完全不同 对不对 我我我其实来之前没有什么想象 真的 然后就一带就是很大的震惊 就觉得哇 怎么那么的辽阔 然后觉得人很渺小 哦 人很渺小 对我也觉得我在沙漠里面 我也是这种想法 然后到了晚上 白天跟黑夜的温差很大 然后呢 没有光害 满天的星星布满整个星空 哇 那个好像抬头用手一抓就可以抓到星星 那种感觉 对不对 天空很干净 对 然后可是我会害怕 就是说 风吹沙 然后呢 那个道路每天长得都不一样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沙丘的形状吗 对对对 对对啊 他今天长在这里 明天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了 所以你就不认得路了 外面的人就是会很容易迷路 所以就是我们都需要当地人做向导 对啊 对啊 所以你在那里一待几年了 大概有六年六七年 然后你还开一个民宿对不对 在当地 对对就是我们是做干了一间民宿没错 但是我们是以当然为主 哦 那民宿没有开放一般 我们台湾人可以去住 不行 就是在 你自知一下 现在是很难生存的 很难生存啊 对对对 那是疫情期间啊 那如果疫情好了就不会了 没有因为因为 大概你知道现在那个消费者对于住宿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哦好吧 所以我们在我们如果以民宿来讲我们竞争力就低 但是如果以导覽来讲就就是很独一无二 当然啊 你就熟而且你讲国语啊 讲华语啊 对啊 大概其他也当地也没有人 来给我们上沙哈拉第一课 沙哈拉在哪里 我们台湾过去的话怎么去 嗯 呃沙哈拉在那个非洲的北边 嗯 然后他他非常辽阔 他大概还可以去几个国家 嗯 然后因为我在的地方是摩洛哥 嗯 所以如果大家要来沙拉找我们的话 你就是就是会把 通常是我们是被排在呃 摩洛哥旅游的一小段这样子 然后就是搭飞机 通常台湾来 是搭飞机到卡莎布兰加 嗯 然后会呃 如果是旅行团还是什么 就是搭车一直一直到我们美洲港 我们在美洲港 那个很远呢 卡莎布兰加过去 搭车要多久 还蛮远的 因为通常台湾团如果来玩的话 通常就是会顺时钟绕路去 或者是逆时钟 然后我们是在南边 嗯 因为你刚刚讲 沙哈拉沙漠其实跨越十几个国家 那我们现在去去那里玩 如果是以旅行团还包的话 他其实只是走里面的其中的一小块 对不对 他会去几个国家 通常会去几个国家 嗯 嗯 目前如果是台湾旅行团安排的话 嗯 他其实是摩洛各绕一圈 哦 只是摩洛各绕一圈 哦 对 那我们是在一小段 就南边这样子 嗯 所以不可能横跨很多国家 这样去东看西看 其实长的都不一样 对不对 目前如果是台湾的旅行的话 就不是在安排 但是欧洲人的话 他比较有可能是 是跨的 但是很少 很少 天数太长 很少 嗯 而且很辛苦 我觉得 我觉得主要是 如果就台湾来讲 是因为旅游的习惯不同 嗯 然后如果是欧洲人 就是很喜欢那种越野什么的话 嗯 他们有可能是单纯杀 但是因为摩洛各目前主要是说 他跟隔壁的阿尔及利亚 就是外交关系不好 嗯 所以他边界的开放 哦 所以要申请签证啊 什么那都有一点麻烦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就不会 他你就没有 因为因为国界还有一些政治问题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让你 这样子直接 OK 直接来往 嗯 对对对 这次什么样的动机 想写一本书叫沙漠化为一口井 来谈沙哈拉 嗯 呃 因为我在沙哈拉很久了嘛 然后我自己觉得说 我有一些机会是 其他呃 旅客没有办法认识的一些沙漠的状况 嗯 然后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探索 因为我认了人类学嘛 嗯 慢慢在探索累积 然后因为刚好疫情 嗯 就有很多的时间 因为就没有什么导览工作 就是没有团可以接了 嗯 对对对 我就干脆就是 好吧 有时间我就把他 把我知道的给他整理起来 静孝心来慢慢写 嗯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书里讲的是 沙毛那个时代的 西属沙哈拉 嗯 那因为我写中的 有亲人在那边 所以我有去过好几次 嗯 然后有一些 来的机会 我就想说 好 那我就把我知道的给他 写成书 跟跟台湾的读者分享 你先生是外国人啊 他是摩洛哥 他是贝都英人 就是 哦 贝都英人 嗯 对对 他就是当地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 他们会 就一直迁徙 贝都英人在我的脑海里 是这样子吗 他小时候是啊 哦 哇哦 嗯 然后因为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气候变迁 感叹 他们才定居一下 然后就走进观光业 这样子 哦 因为我对贝都英人的印象是 第一个是骆驼跟羊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厚厚的毯子 对不对 第三是烤肉 哈哈哈 这样讲对不对 还有他们 是啊 还有他们做的一种饼 好好吃哦 真的 哦 对不对 哦 就 在汽油桶上做的那种饼 哎 在沙漠里 食物 食物觉得还好啦 真的 哈哈 你觉得还好 其他部分 都是这样没有错 好啦 来 那我们就从你书里面 谈到的一些 好玩的东西 开始讲起 你这个书其实有一点像 有点像 想到什么 就做什么 对不对 就介绍一些东西 像你里面有 有一个故事谈 骆驼的头骨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想想讲的是什么故事 因为 沙漠他在他书里 有有讲到说 就是那时候 他结婚和系到 沙漠深处 就是带一个 完整骆驼头骨给他 嗯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 结婚离路很特别 然后其实台湾读者 常常都会 想到这个东西 然后会问你 就有这个机会 把一些沙的一些 骆驼在 沙漠生活的一些状况 给他带进来 这样子 很有意思 那我们进一段 广告代回来 就跟我们讲一下 骆驼在沙漠里面 他到底多重要 扮演什么角色 还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一般人 观光客只知道 骑骆驼 然后在沙漠里拍照 很漂亮 而且你不能在 骆驼上拍 你要下来 走远 回过头来拍 背后背景最好 是一个夕阳 然后那个沙漠 然后有倒影 那个影子 这样拍才好看 对不对 但除了这个以外 大家对骆驼 到底有了解 有多少 我们进一段 广告代回来 来我们继续 跟人现在在 摩洛哥沙哈拉 沙漠里的 蔡世任连线 聊沙哈拉 因为他最近 出了一篇新书 蔡世任最近 出了一篇新书 叫沙漠化为一口井 那他是对照 这个大家所熟悉的 三毛很多的故事 来对照 来分享 沙拉沙漠里面的 这些很多的故事 上个阶段 我就请问赛世任 我说 骆驼在沙漠里面 他扮演的角色地位 除了运输以外 除了观光以外 还有什么 我们一般人 不知道的骆驼的故事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而且为什么 叫骆驼头骨 你们家里会放一个 骆驼的头骨吗 就是有很多人 问我这件事情 我就我也很诚实 说其实一般 正常这边的生活 是不会放什么骨头在家里 就是啊 我就觉得 那个真的就是 沙漠跟何夕 他们浪漫的爱情见证 但一般正常人是不会 这样 那就是骆驼在 因为民族生活 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以前 就是驻水潮而居嘛 然后他们起死的时候 就需要骆驼帮忙 再加档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因为骆驼 能够在沙漠中生活 所以就是没有骆驼的话 基本上就是他们是很难 很难在沙漠生存下 嗯 那还有什么骆驼的故事吗 因为你现在讲的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可以吃 喝骆驼奶 对不对 对对 因为他们这边 当地比较特别是 他们还有一些就是 骆驼相关产品 比如说他骆驼的毛 可以织成帐篷 然后骆驼的奶是可以喝 而且对他们来讲 是补品的一种 然后骆驼肉是可以吃的 然后还有一些 比较特别是 比如说有些手势 然后他其实是 骆驼的骨头就磨成的 嗯 那骆驼多久 多久会死亡 我们才能利用 他身上的东西啊 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大概 他们是跟我说 差不多是十几岁 哦 十几岁就走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从他剥皮 对 弄骨头 然后我这边想 想补处一点是 因为我之前就是 带导覽会有问我 说骆驼夫 会不会虐待骆驼什么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在网络上 看到相关的问题 这样子 然后我只能分享 我在这边当地看到的是 基本上是不会 嗯 因为他们跟骆驼 非常的熟悉 通常会出来 当骆驼夫的 他们跟骆驼 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深厚的情感 哦 对 就一点是 骆驼没有那么好摆布 就是他并不是 你虐待他 打他 他就听你的话 有时候会因为 你越打他 他就越虐 他就不懂 那通常 就是你如果 在客人面前 打骆驼的话 对于观感会很不好 所以他们基本上 不会做这个事情 不可能在客人面前 打骆驼了 哦 对 基本上也打也没有用 所以其实 就像说 一般通常在客人 骆驼是受过训练的 嗯 所以他只要带一些指令 他就会蹲下 爬起来 嗯 嗯 不需要打他 我们在骑骆驼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事情 就不能触碰到骆驼的禁忌 嗯 比如说 他就是他 你他蹲下 他会蹲下来 让客人爬上去 对 然后你上去之后 就是记得 手要抓紧 哦 然后放松 然后他通常落索起来 是屁股会先起来 所以你就是会稍微 一个力道 蹲一下 会吓一跳 对对对 然后之后 之后前面再起来 你只要抓紧 就就没什么事 就大概就是 起来的时候 会稍微吓一跳 下来 那个力道会让人 稍微吓一跳 不然其实平常就 就真的都都还好 还蛮还蛮乖的 就是啊 你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每个礼拜要带团 经常陪着客人骑骆驼吧 对不对 啊 呃 骑骆驼都是 都是我我先生 处理比较多 然后我大概就是跟 跟去看 因为他们就是 对骆驼真的是 很有一套 你不骑骆驼的 我骑过啊 但是就 就客人骑就好了 真的啊 那你在下面啊 用走的啊 坐在车上 没有啦 我我们 我用那个 因为通常骑骆驼是 上下沙丘 嗯 然后我们就是让 让骆驼夫去处理啊 嗯 好 所以这个是 骆驼 来 你还讲什么 沙漠玫瑰 这是什么东西 嗯 哦 它 就是沙漠玫瑰 这个名字 其实会用在很多地方 台湾 如果听上 通常听到是 以为是一种植物 一种花 但是其实 在 它也可以只是 是一种矿石 它是一种自然风化的 一种一种混合物这样 嗯 然后它就是 每一颗样子都不一样 就是 大家觉得很像 绽放的 玫瑰 所以就叫它 沙漠玫瑰 嗯 它是观想石 所以到那边 大家会去买 当做伴手礼 是不是 纪念品 会会 然后它有大的有小的 嗯 很贵吗 对 会不会有假的咧 假 假的是不至于 嗯 然后贵 贵的话是就是 当然大克的就贵 小的就比较便宜 这样 嗯 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啊 它就是 其实我也搞不太懂 它就是一些 自然风化的 一个 一种石头 这样 但是它还蛮 它是比较容易 破损的 哦 很容易粉碎 是吧 它就是比如说 你可能在运送过程 它有可能就是会 会有点受损 就是不坚固就对了 这种石头 对对对 跟钻石不一样 钻石是耐磨的 它不是 它碰一下就碎掉了 对 它就很容易 就是 那这么这么容易 碎掉石头 买它干嘛 观赏啊 很漂亮哦 你说 就看了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每一颗都不一样啊 哦 有人就觉得做纪念很好 哦 书里面还谈到了和驴子有关的事情 驴子为什么要特别来介绍 嗯 呃 摩洛哥的话 或者说北非 其实驴子还蛮常见的 哦 他就是 你讲一些你书里面的故事吗 给我们听 对 就是 驼兽啊 然后 它其实不是只有沙漠 比如说像大家来回到 Face一些古城 以前 因为以前就是都是用驴子在在做 搬运的工作 然后现在都还是 Face的古城里面 它那个像 像道比较小 嗯 所以它压布手机车 然后压布摩托车 然后再来就是驴子 嗯 然后 就其实 然后大家就说那个 呃 驴子是波波人的吉普车 波波人 OK 对 波波人 就是因为当地的 第一批原住民就是 他们称为波波人 嗯 嗯 说是他们的吉普车 对 为非 那我当然知道啊 就是驴子当然不是驮东西 就运东西 就是载人还能还能干嘛 这个也要写一篇哦 就觉得很有趣啊 啊 那多 可是你多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给我们听啊 嗯 就比如说像像沙漠 沙漠其实驴子也都还蛮常见 只是说 比如说你提到驴子节 这是什么节 它就是一个 在Megnes附近有一个小村子 然后就是 他们自己办一个节 是就是驴子节 就是让 呃 各家各户的驴子来选美啊 然后 还要选美啊 怎么怎么样的驴子才叫美 就他们 我觉得蛮有趣 他们就把他打扮啊 然后就是 哦 他们还会赛跑 就是看谁跑比较快 哪一批跑比较快 是哦 然后呢 然后就看 看谁赢啊 然后 谁的外貌比较好看 然后他们自己村里评分 会办驴子选美大赛 对啊 不过好像 驴子赛跑 嗯 对 然后疫情后 可能就是这阵子 这两年应该就先停办 那你带观光客会去看驴子吗 不会吗 呃 我们 因为他那个 因为摩洛哥很大 摩洛哥国土是台湾 台湾的是 十三倍大 哦 所以 所以就是 那个那边太远 所以我们 如果我们这边 沙漠带团 嗯 比较有可能让 客人接触到驴子 特殊的姻缘都是 我们有时候会在荒野的地方 遇见野生的驴子 很多 不会 就是少数几只 对 因为他们是一个家庭 嗯 就是通常会在井边 然后就是有 有妈妈驴子 爸爸驴子 然后小小驴子 有没有人带 没有 他就是野生的 野生的 你有可能遇到他 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 嗯 就是就是缘分 然后你的书里面 很有意思 还谈到了一些 沙拉的民族风情 对不对 你还不要来聊一下 沙拉的民族风情 而且你里面有谈到了 比如沙拉人的 婚前 还有婚宴 还有他们的聘礼 还有他们沙拉人的 洗澡的习惯 澡堂等等的 来陆陆续续的聊吧 来 你要先从哪里开始 嗯 我先讲澡堂好了 好啊 澡堂就是很慢 这个习俗就是整个 我觉得整个 从北非直到中东过去 其实就都都还蛮常见的 就是我们台湾 又会讲那什么土耳其语 嗯 土耳其语 嗯 对类似像像那种东西 然后摩洛哥其实就还很常见 就是他就是那种 从都市一直到乡村 只要是人多的地方 就是像一个聚落 比较完整的 通常都有澡堂 那澡堂是在于 他就是一种 他会有一边是炉子嘛 然后就是用柴去烧 然后那个水很热之后 用水水管运输到澡堂的地方 让大家洗澡 因为都不要浪费 所以他们那个炉子烧起来 那个地方其实也是他们 村里烤面包啊 然后让一些妇女把一些什么台机锅什么 带去煮的地方 嗯 然后我还遇过就是 澡堂有一边 有一边是澡堂 然后烧了那个地方的 就是那个炭火的地方 嗯 嗯 当地人还用呢 就是那个炒花生 哎 这什么意思啊 对 就是把那个炉子很大嘛 嗯 然后你可以放面包 放什么 你把想象成有点像烤披萨的炉子 哦 说那个热水出去到另外一边去 他就是在那里烧水的 嗯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把像一个很大炉子嘛 嗯 然后就是把那个花生放在铁盘上 放进去烤 哦 就还蛮香的 就是他们 他们在沙漠的人多久洗一次澡啊 多久哦 嗯 我坦白讲比我们少很多 像那个我们村里的 就是我们村里的小朋友 有洗澡都跑来跟我们讲 说哎 我今天有洗澡 哎呦 还要来报告哦 对 就大事 就哎呦 今天有洗澡 我要洗头 大事哦 对 哦 对 就是很兴奋 所以有时候 那不会 不会流汗了 那么热 你是动不动就流汗 身上不就臭了 不会哦 我觉得 嗯 我觉得 他们对味道的接受度比我们高 就说身上味道很重 他们都没关系就对了 我嗯 就是我会闻到味道 我就有点可怕 但是他们就觉得OK 对啊 你三天不洗澡还像花嘛 可是你 照你的讲起来 洗澡对他们来讲是很珍贵的哦 是很难得的哦 洗一次还要来报告 欢天洗地来报告 哎呦 我今天有洗 洗身苦 就有一点 就是 就是一件 一件值得去 很快很高兴来跟我讲的事情 哦 那他们就到 到河边 然后拿一块肥皂 对不对 就送 我们没有河 你没有河 那你洗澡怎么办 我们 我们现在有自来水了啦 哦 那就好了 有自来水就 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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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重要了 刚刚我们讲那些 那个就不重要 澡堂就不重要了 对不对 不会 哎呦 不会哦 为什么 因为 因为通常 你知道这个 时代在变 所以通常现在 新的房子会有未浴设备 以前是没有 是 所以他们 我听他们讲 他们可能就是一个礼拜 全家人约着 就是 当然会有男女分开啦 你说女孩子就是 妈妈 就姐妹啊 什么的 约着 拿着盖洗用具 到早上去洗澡 一个礼拜一次 嗯 然后平常 稍微清洁 所以很多 早期的房子 家里都没有 未浴设备 没有洗澡的 嗯嗯嗯嗯嗯 所以就是要到 沟贡澡堂去洗澡 嗯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们是 当成是大事 当成大事 那他们洗澡 就是 洗澡是 sour还是 还是泡浴缸 呃 早 澡堂的话 就是 大的 哦 早上就是大的 嗯 一个很大的水 然后让你去可以淋浴 嗯 主要是里面进去的时候 每个人都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 那种泡温泉 嗯 落汤 嗯 嗯 你一进去都没有什么人 然后就是可以洗澡 嗯 然后 嗯 因为他也会有一间很热 嗯 就是可以让你像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自 台湾那个叫什么 像三温暖 类似像那种 泡温泉 有 对对 有一点像那种感觉 他没有办法泡 哦 没办法泡 嗯 他可以让你一直一直淋水 一直冲 一直一直冲 嗯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还有那个就是 会有一些澡堂 会有一些那种 呃 老太太什么的 帮你 呃 男的 当然就是 就是老先生 他帮你洗澡 真的啊 嗯 就是帮你把整个那种什么 污垢啊 什么脚筋 什么全部都 好怪 这样 哦 我们再进一段过 再回来 书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像你提到的沙哈拉末当地的结婚的习俗 还有他们的聘礼等等 看看这一块有什么特别的观察 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 来我们继续跟沙漠画为一口井的作者啊 这个这本书是时报出版出的作者叫蔡世任 他自己在摩洛哥在沙哈拉当这个在地的领队导游 专门带着台港澳的旅客 还有东南亚的旅客 在沙哈拉沙漠里面啊 这个游玩 然后由他来导览解说 最近他出了这本书就来谈 趁着疫情期间出了这本书啊 来谈很多 沙哈拉沙漠里面的故事 上一阶段我就聊到了沙哈拉 在地人的这个结婚啊 他们有什么特殊的习俗 来他们有什么特殊习俗 而且你连聘礼都拉一篇出来讲 因为那本书其实主要是从沙毛那时候讲到的沙哈拉 抽几个文件是出来 出来讲的嘛 然后因为其实 主要是说沙毛当年在他的记录当中 他就讲到是很像女孩子要 就是女孩子出嫁 然后娘家会跟对方要一些什么聘礼 聘礼 然后沙毛那时候觉得有说很像在卖女儿 当地人会哦 当地人也有这种习俗 当地人也有 其实不会 因为你知道 因为就是我知道的这边 他其实他们都是竹内同婚 竹内 对亲上加亲 然后通常就是说你婚前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结婚的时候 夫家会给女孩子一笔钱 但是这个钱是给女孩子 是给新娘的 不是给她的娘家 是给这个女孩子 如果有一天离婚的话 女孩子可以保有这笔钱 主要是说那个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嘛 就是医生去保护女性的一个方式 哦 那个整个概念跟我们的那个聘礼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而且其实那笔那笔钱通常不会很多 如果是一般家庭就一点点而已 然后如果说很有钱的人家看就会有很多的礼物 这样 嗯 礼物 礼物都通常送什么 哦很多 就是送你两头骆驼 会会会 如果很 我看过很有钱的就是直接送送送送他两头 就一对这样子 然后比如说像呃 比如他们如果很有钱 可能就是婚礼会很盛大 然后请很多宾客一次几百人 然后搭帐篷 然后就是让客人住啊 然后就是有一些那种呃 怎么说 衣服就是那种很很华丽的啦 就此类 然后他们但是他们结婚都会就是客人都会送那个糖 糖果那个糖 哦嘿 白糖就是那种他就是那种糖砖 哦 然后就是很多这样子 要干嘛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因为他们就是那个什么 他们吃糖吃很多 哦好多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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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会得糖尿病啊 嗯 他们的确是有糖尿病的问题 尤其是 真的 早期可能说就是说食物没有那么多可以糖可以补充 补充热量什么的 然后现在就变成 就是他们的确是有糖尿病这部分的一些隐忧 这样子 那干嘛宋堂还宋堂 宋堂的宋堂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 他们那个茶 嗯 他们茶都放很多糖 哦 比如说阿拉伯茶就很甜 那个就跟阿拉伯世界一样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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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那也不需要送你一堆糖干嘛啊 你说糖砖铺满整个茶 就你也没有到那么多就比如说可能可能客人来然后他送一箱他送一箱然后他他他他他他送两个之类的 所以我去拜访朋友带伴手礼还要带糖去哦 结婚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耶 真的哦 结婚也是带糖去哦 嗯 你结婚我送你一袋糖 那敢对 他们真的是这样哦 真的吗 那我下次我朋友结婚我就带一袋糖去就好了 啊 之类的 然后我就被打出来 他应该蛮高兴的 是吗 对啊 好有意思哦 结婚要送糖哦 还有什么他们结婚还有什么特殊的习惯嗯 结婚因为我在这边其实蛮比较压抑的是像台湾结婚不是会那种到餐厅吃啊 对对对 版的啊 他们就不是他们因为他们是主内通婚 哎 主内通婚不是违反优生学吗 这样不会生出来有些基因 好像怪怪的 会不会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问我同样的问题 就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一听到就会有的疑虑 但是他们的世界就是没有啊 就不会 就是亲上家亲 嗯 是哦 就我们我们我们不是有讲说这个有相同学员最好不要同婚 然后同性不要同婚是不是 对不对 那其实是不是传统而已 不是文化而已 是因为有这个基因学的关系吗 这样如果在同种同同组里面通婚化 那个下一代可能健康会有问题吗 对不对 照你这样讲他们不是哈 他们就是同中都要通婚的啊 是不是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就是亲上家亲 而且我我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真的没有我们想的 我们我们的我们考虑的东西不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真的 对他们不去想这些了啊 对对对 即使现在他们很多人就是都有受过就是正常教育 嗯 他们还是不会去担心这部分 是哦 但你就你就入境随俗啊 就看着他们就跟着他们一起过日子 对不对 就就是不要起冲突就就没事啊 你你当然不会跟他们起冲突啊 你有在那里跟人家起过冲突吗 有啊很多 为什么 常常常常嘛 我刚回来常常在吵架 你你讲讲看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价值观跟他们不合 我觉得是那个文化冲突太大 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阿拉伯世界或什么的他们就是非常大男人 哦然后呢 然后我我又一个台湾人然后又是女性 啊你就受不了啊 对因为他们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可能台湾整个好很多像这边就是男人就是不把女人看在眼里那个是不可能改变的 而且是在很细微当中就是就是这样子 那那台湾欢迎你你回来吧 你就回来吧 你不要在那边过日子 回来 我们欢迎你 就 你又说 哈哈哈 目前是就目前就是到一个状就是还可以维持的状态这样 然后刚刚回来是常常吵架 是哦跟你老公啊 对对对 啊跟你先生哦 哦跟跟他会 但是其实主要是整个文化价值观 嗯 其实是跟他家家族的人 哦那糟糕了 那你等一下那你有一天不小心被做掉怎么办 不会啦 因为他没有因为他们他们其实很怕外国人怎么了 是哦就有点防御防御心 嗯怕外国人怎么了 呃我如果出状况啊那他们就糟糕了 他们来说会比一个当地女人出状况还要严重 是哦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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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为摩洛哥很重视观光业 哦如果传出去不得了 嗯 观光业都是外国人 对 然后万一万有一个外国人在这里怎么了 嗯 就就是新闻就会比较大条 啊拍看 对就会影响影响当地的观光事业嗯对冲击观光产业嗯对所以就是然后当地警察假设说我怎么了警察会比较积极去去侦办对对但是我当地也就算了哦所以那你那你很安全吗对不对就就还其实还好啦啊啊还好还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你没事就没事就平常平常就还好只是说嗯有一些冲突有时候是有点难免这样哦好但是他不至于要想要他不至于对你怎么样哦哎 不会有人平常安全的疑虑啦你书里面谈到沙拉有两种鞋沙拉当地的人穿两种鞋是哪两种鞋啊嗯 他呃如果一般观光客来玩通常会到一个就是城里会呃通常到摩洛克买一种鞋叫巴布什就是那种三毛鞋是什么尖头鞋嗯尖头的平底拖鞋 对对就皮革制他是传统的鞋子然后他还蛮好穿的只是他不耐穿 对对这奇怪为什么不耐穿不耐穿的干嘛买他来干嘛就以前可能可以现在我们就觉得不太行啊是怎么样他那个尖头皮底的哦他他他他如果你买那个那种比较好的嗯他的底其实是皮的然后你就要再请师傅帮你加个加个鞋底加一个橡胶底嗯对不然他可是可是他是平底的拖鞋对不对 嗯嗯嗯嗯那什么场这在什么场合穿啊哦他们生活传统的话是生活到到处就都穿那一双啊到哪里都穿都是穿个拖鞋对都穿个拖鞋 他们不会叫拖鞋他们就是那种呃呃没有平底的皮的鞋子啊头巾尖的那后面有没有跟后面有没有后面套不套脚的啊不套的就穿进去就好像我们今天住饭店的那种拖鞋一样只是他用皮做的嘛对不对 但是头巾尖的比较好看哦那这可是他就是个拖鞋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我们来说是拖鞋那他那那那你说他任何场合都穿那种鞋子哦以前是这样现在现在都也都还蛮常见的好这是一种鞋还有一种了你说沙哈拉两种鞋还有一种鞋是什么鞋好另外一种比较特别是沙漠才有的尤其是游牧最常穿他们就是像一般那种凉鞋然后是嗯 一般也是皮的然后他特别地方在于他的鞋底会加那个轮胎 哎轮胎底对飞气轮胎剪成鞋的样子然后把它黏上去这样那么就这样子才有办法在沙漠行走比较脉膜 哦对了我有一年哦嗯去杜拜 玩沙漠的时候我带我还穿了一双新的新的鞋子在沙漠里一天就坏掉了 因为太烫了然后那个皮都皮都Q起来你知道哦 哇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沙漠生活就是很严苛 很多那种高科技的东西来都不太行 例如例如哪些东西到沙漠很容易相机 相机到沙漠会坏我不要碰到啊 他很容易溅沙 是哦风吹风吹他就进去了细细的沙 那个沙尘抱不是有那个粉尘很细 他就很容易钻进相机所以相机通常就是呃就是死得很快 是哦对因为我之前几乎一年一年死一台 不是那你这个你这个台湾去你脑子要动得快吗 你赶快开一家修理相机公司啊或是清洁相机公司啊 就是你的相机所有观光客哎你们相机有问题 我认识一家我朋友开的你们相机到那里先放过去 明天后天我们要走的时候就来拿这样清一清拿那个 噴气刷子把它冲冲干净不就好了是不是 下次可以来试试看是不是这样说 然后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去上个课嘛 找那种修理相机的专家 Nikon啊Canon说哎相机进沙怎么办 先学一些基本的对不对 那你既然就看到每天都有人到相机被沙子清清洗 你就你说哎那我们就有一个朋友开的我们到那里去清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 不不不不不不现在相机都已经慢慢的被那个手机取代了 手机就不怕啥了知道吧 手机手机其实还是会但是就是说那个时间比较长 啊就比较不害怕就对了 对然后尤其夏夏天太热 然后那个手机也很容易就是当就是怪怪的 是哦就是就是坏的快 不是你这样讲那你这样讲你就回来吧 你别别再来那种地方了吗 你就回来吧 台湾永远欢迎你 我知道 好了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 来我们继续跟蔡世任连线了 他人在沙哈拉在摩洛哥 然后他出了一本新书叫沙漠化为一口井 我所知的三毛的沙哈拉这个书名取得很厉害啊 沙漠化为一口井 那因为蔡世任在当地要做这个领队导游 而且是少数的华语导游 应该是说唯一的了 所以在那个地方很熟悉 而且在那边过日子实际的过日子 所以他现在出了这本书 跟大家分享沙哈拉里面的所见所闻 我书里面看到一段就是沙哈拉人 当地人的这个审美观 跟一般人是不是不一样 所以你特地拿出来谈审美 因为像我们就是台湾或什么的 喜欢那种瘦瘦的女孩子 像纸片人什么的 有吗 谁说的 有啊 你看很多女孩子都要就是 那个什么手机自拍 都要用滤镜修的是刮字脸什么的 然后他们这边就是说 他们喜欢胖胖的 白白白清净胖胖眼睛大 不过他们还是喜欢就是 我这样算还好 他们喜欢就是真的就是 很大只 然后他们又高 我那时候很爱是 他们女孩子就是 一旦知道自己要结婚了 就开始吃 是吗 为什么 就是把自己弄得胖胖的 所以胖 然后就是 所以他们觉得这样才叫美 这样才叫好看 像台湾不是 像台湾不是就是要瘦啊 然后就是要护肤 就是结婚那天就是最美的新娘 他们就是把自己吃得很胖 嗯嗯 但是他们也喜欢白白的 就白白胖胖对他们来讲 就是一种美 对对对对对 风满圆润这样子 哦 那这个是他们传统的观念吗 审美观 对对对 然后我我压爱的是 他们到现在还是 是吗 对 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大概就传统啊 他们就觉得这样子是好看的 然后所以 所以就是我后来才发现说 因为他们饮食的习惯的关系 所以通常人就是男的女的 都其实都瘦瘦的 因为他们可是运动量大 然后吃东西比较简单 但是通常结婚后的女人都会胖 哦 哦哎你还说你还说他们虚索无度哦 怎么说 嗯就是对于对于物品怎么说 要不认识的人他是怎么怎么个虚索无度 就是怎么讲 因为我就像我刚刚有有聊到 就是说因为很多母国人或当地人 对于都会把外国当成是 因为他们接触外国人就是观光客 那我们知道有时候观光客来玩 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就要宰你就对了 啊对对可能你一整年都很节俭 只有这个时候你会比较放松 就在台吧 就对啊 对就是你你很有钱 嗯他们接触外国就是观光客的状态 那他就想办想办法让你花钱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可能可能可能这个东西 可能这个东西100块 嗯看到外国人就变成300 真的假的那你都知道啊 那你会在旁边提醒啊 嗯这个是这个是有看到的状态 但是有太多人是你不在的时候 嗯对你你也然后而且很多时候是他们 都是会联手真的假的那怎么办 那你这样看了看不过去怎么办 就台湾永远欢迎你你回来吧 嗯没有啦就就是减 减在这边就是减少损失这样子 但是一定会损失是吗 可是你他们不会欺负你吧 你应该会讲当地话了吗 一样 他们一样骗你哦 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好杀价好了 嗯就是我先生去杀价的价格都都会比 一定会比我好嗯 但是只要在他旁边嗯 大概就到一个程度就就下不来了 是哦他们就觉得你你你花得起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那个是 而且是普遍的集体的 真的我觉得很难 而且是就是很多地方都都是如此 那就不要买了啊 就不要给他钱不要给他开下去啊 你要要不不买啊 要买大概就是这个状态 是哦 OKOK 你里面还写到他们有一种拍照的禁忌 是什么拍摄魂是什么东西啊 哦摄魂是呃三毛书里写到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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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以前的状态 但是现在是没有这种 三毛书里面讲什么嗯 三毛他就是说什么就是他到个地方去 然后他看女孩子很漂亮就帮他拍嗯 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就很害怕 他觉得说就是说魂会被他收走嗯 对对会被他的相机收进去什么的嗯 然后后来三毛就把整个底片拉出来 就是说让他证明说没这回事啊 嗯嗯嗯嗯 哦那我都觉得那个都有一点故事性了啊 都有一点真的假的 人家也不知道啊对不对 对啊啊 真的假的哪里不知道啊 对吧你你里面还有一些神秘的经验是什么 哦参与当地的巫术对 巫术巫术是是是是真的有啊 来来怎么样怎么样 领不领啊那些巫术 我我我自己是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领不领这样 嗯然后只是说他们其实 这边是真的有然后有一些就是 你要使用巫术一些专卖店 但是我们说没有啊就是要到一些 巫术专卖店是什么意思 去买一些道具 对就是一些呃 你看起觉得看起来很奇怪的植物草药干燥的 嗯或者说是一些皮革骨头 哎呦什么那种哎呦你会觉得很奇怪那种东西 那要来求什么吗 我我去弄那个东西要干嘛了 变漂亮 比如说呃求财啊哦 呃你陷害你不喜欢的人啊 哦然后希望你外遇的丈夫就是回归家庭啊 哦什么的 这是上那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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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卖店里面都有写这这个东西可以帮什么那个东西可以帮什么都有写是吧 呃通通通常老板多少知道那你有一些 嗯有一些是什么呃有一些什么秘方他们就是会去跟他买这样子 不 我也是说那个到处都有这种店是在在沙拉当地有这种店你可以进去买东西 我们这里乡下反的没有然后我看过是在城里面 所以你要去去那里去买这些东西就对了你可以进去逛一逛就对了 我其实我如果是乡下的话他们就大概有一些那种小他们其实比较多的是那种破除别人对自己不好的那一些那种小小的无数的方式 哦就是反正是保护比较多就是我我最近我最近气比较慢运气不好 那个类似我就进去买一个东西来就就就就就就就消灾消灾其福啦 啊是真的 大部分是熏香 那那根本不是巫术啊 你讲巫术 不是巫术是真的有 我是说我们沙漠比较少 对嘛 我还想说你被人家弄了什么东西 你有体验过 没有啦 听说啦 有人试着对我们下巫术 真的假的 有人对你下巫术 就是因为我说你有讲到 就是我们那时候干民宿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在空地 捡到那种 人家从外面丢进来的黑色的衣服 哎呦 然后呢 我现在说那个就是人家要诅咒我们 民宿该不成 然后呢就没事啊 对啊 我就我没感觉啊 哎呦 可是心情就坏 丢黑色的衣服进来 对不对 我现在比较害怕 真的啊 因为他是在地人 他比较相信那些 对对对 我是好像什么这样子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就把丢掉就好了 对啊 资源资源回收就好了嘛 对啊 对啊 哦 好了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啊 其实已经到了啦 今天呢 蔡世仁出了一本新书 是时报出版出的 叫沙漠化为一口井 他利用了防疫期间 因为这段啊 疫情期间啊 这个旅游市场啊 世界很多国家都国门不开 然后没有办法进出 那他本来的工作就是带着这个台港澳 东南亚的游客在沙哈拉旅游 他是旅游导游 但是因为这段时间啊 防疫 所以呢 生意变得比较量比较少 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啊 来写书 介绍沙哈拉的所见所闻 那其实呢 我估计大概这个解禁啊 快越来越近了 大概大家要学习这个跟疫情共处啊 慢慢慢慢啊 世界各国可能会逐步的解封 未来你如果想要去沙哈拉沙漠去旅游的话啊 你可以先买一本这个书 先来看一看了解沙哈拉当地的这些生活文化 民情风俗 或者是一些伴手礼等等的啊 然后做好了准备再去沙哈拉旅游 当然了 如果有缘给这个蔡世人来带团的话 那当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祝你这本书可以卖得很好 好不好 事人拜拜 嗯拜拜 谢谢 拜拜